新来的朋友们欢迎按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一起正能量爱台湾 今日看点 台湾在登世界第一 成为外国人最爱的海外居住地 外国人最爱旅居台湾 在5月18日所公布的最新调查显示 台湾在2021年连续第三年 隆登旅居海外人士最爱的国家 以生活成本定居难易度 整体、生活品质等标准来看 高居59个国家地区之首 总部位于德国慕尼黑 拥有约400万成员的旅外人士网络 Internations对12420位外国人进行上述调查 结果显示旅外人士欣赏台湾的医疗照护和生活品质 调查访问到来自全球186个地区国家 共计12420名旅外人士 在2021年最爱旅外人士亲爱的国家 前三名分别是台湾、墨西哥以及哥斯大离家 居住便利程度和整体生活品质已被评为 2021年在国外生活和工作的最佳地点 96%的受访者回答满意台湾的医护品质 比全球整体满意度71%还要高 而台湾的就业保障和经济状况比起其他地区 也更让旅外人士满意 一名来自自立的受访者就表示 台湾的医疗健保系统真正将人们视为人类 而不只是单纯的数据 另外台湾也在友好度评比中位居第一名 不少受访者表示在台湾可以很容易就结交新朋友 并且有96%的人认为台湾对于外籍人士相当友善 同样远高于全球平均的67% 在这份排名中 墨西哥、哥斯大离家分别位居第二和第三名 两国都在定居难易度上获得高分 而科威特、俄罗斯、日本在这项指标的分数特别低 在科威特、46%的外籍人士说 他们在当地文化环境中感觉不自在 51%的人回答很难交到当地新朋友 在日本只有45%的受访者说 当地文化让他们感觉自在 俄罗斯则有48%的外籍人士表示 不说当地语言很难在俄国城市里过活 相较之下 约85%的受访者说在墨西哥定居很容易 91%的外籍人士形容 哥斯大离家人民普遍友善 此外 在墨西哥有5分之4的外籍人士回答 满意自己的财务状况 哥斯大离家也有81%的外籍人士说 他们的可支配加户所得足够支付所有花费 或者是绰绰有余 位居倒数第三名的分别是科威特、意大利南非 科威特在8年内第7次垫底 生活品质方面得分很低 一些外籍人士指出当地休闲选项不足 在意大利有三成外籍人士说 他们不满意自己的财务状况 旅居南非人士则在就业保障 当地经济状况满意度上给了低分 其他排名方面 马来西亚排名第4 纽西兰与澳洲分居第6与第7名 越南第10 新加坡第13 泰国第14 中国第22 美国第34 香港第46 韩国第47 日本则排名第54 今年旅外人士特别注重健康议题 Internations也评估了 2019疫情在旅外人士生活中扮演的角色 但疫情相关评估不影响整体排名 全球有45%的受访者回复 疫情或多或少影响了 他们在海外的日子或出国计划 前阵子在国际报导 经济学人中表示 台湾是全球最危险的国家 因为台湾现在夹在中国和美国之间 而中国海军的数量 目前已超过美国海军 中国在接下来的6年内 也许会计划入侵台湾 居住在台湾的外国人米娜 因为对于台湾很危险 这件事感到非常意外 因此反望了和她同样居住在台湾多年的外国朋友们 没想到许多外国人听到台湾很危险 都表现出了疑惑的反应 当米娜要她们叙述在台湾遇到最危险的情况时 许多人想了非常久 还开玩笑的说台湾最危险的是食物 因为一吃就停不下来了 最后撇除食物总结出来 他们认为台湾比较危险的情况是台湾的交通 地震以及有许多的蛇 接下来米娜询问他们对于经济学人报道有什么样的想法 所有人都表示不认同 也强调自己不会离开台湾 其中访问到居住在台湾多年的英国男生迈克 他已经来台湾13年了 他表示 中国如果真的要掌控台湾 那么他会为他真正相信的事实挺身而出 为某件事情而牺牲自己 比白白的活着来得更有意义 可是我绝对不会考虑离开台湾 来台湾22年的迪克说 从我抵达台湾的瞬间 直到你现在问我这个问题的这一刻 我从来都不曾觉得台湾不是一个最适合我生活的地方 波尔则表示自己很信任台湾政府 他相信政府有能力捍卫台湾 所以他完全不担心 克隆则说 不要再看纽约时报了 那些都是一些政治宣传 经济学人也不是什么好媒体 很多居住在台湾的外国人都认为 台湾非常安全 其实是全球最安全的国家 是现在最佳的选择 不曾想过要离开台湾 或者回到自己的家乡 最后米娜总结 她表示 我们这群外国人哪里都不去 我们就在台湾 我们爱台湾 米娜也表示 她想做这个访问 是担心有外国人看到这个报道后 会影响他们在台湾生活的意愿 她也表示 她和她所认识的朋友们都没有离开台湾的想法 也会一直待在台湾 暖心的举动让网友们直呼 好感动呀 太挺了 竟然比我们还要爱台湾 谢谢你们喜欢台湾 除此之外 大家知道台湾的哪一区最受外国朋友青睐吗 根据统计 去年全国外国人在新北取得的土地与建物 近有超过三成都集中在淡水区 房仲业分析指出 有三大原因让老外几乎一住就哀上 新北市地震局公布 2019年外国人在新北市取得不动产案件中 共有259件 其中以香港人最多达50% 在所有行政区中 外国人在淡水取得不动产物件达到85件 比率超过三成 其次为林口 新庄 调查指出 淡水对于外国人最大的吸引力在于捷运交通便利 生活机能健全 以及拥有淡水盒的景观及休闲设施 最符合外国人喜爱的生活形态及环境 特别的是外国人在新北市持有建物零到五年的比率高达六成 但在淡水区持有超过十年以上的案件量也是各区最多 此外根据报导 房仲业者发现除了外国人之外 近期还有不少规国华侨及台商反台定居工作 即便本身非淡水人出生 也都选择入住淡水 主要是因为淡水的房价相对国外亲民许多 又有景观且频数较大的物件 而且因为生活步调比较慢 环境比较像国外 成为海龟及外籍人士的最爱 题外话 目前台湾的国内疫情严峻 本土确诊案例连日暴增 而且许多病毒传播链和确诊感染源都有待进一步的厘清 让十年日成为首要任务 对此人称天才IT大臣的行政院数位政务委员唐凤 继去年2020年口罩地图让日本人惊艳之后 近日唐凤再度出手 推出超便名的全国简讯十连制APP 让店家到消费者透过5秒3步骤轻松搞定 而且不用留个资 甚至不用再辛苦手写增加染疫风险 消息一出又在日本推特掀起乐意 由于先前曾有网友公开向唐凤许愿 表示总觉得十连制可以有更有效率又兼顾个资的做法 因此希望台湾参考欧洲国家制作十连制APP 不然每次都要手写或者使用商家自行架设的网页填单 国家系统两天就会迅速改进 工作效率好快啊 整个台湾都很了不起 但唐凤太令人惊奇了 此外还有当地网友干脆直接向唐凤求救 直呼快来帮助日本吧 甚至对于自己国家感到失望 纷纷怨叹 日本IT部门的人无能 为什么两个世界如此不同 我哭了 反观日本 我想要搬到台湾 日本的IT部长是谁呢